近日 备受瞩目的音乐综艺节目声声不惜三迎来了四期的播出 引发了观众们的热议 在这个嘉年花季 一些歌手的表现让人惊喜 而一些则显得黯然失色 其中 周深的表现引起了关注 与此同时 一位新晋歌手宋亚轩的加盟也引起了争议 在四期节目过后 评价最高的三位歌手究竟是谁 本文将对此展开深度解析 周深的低迷表现 作为内地歌坛的实力派歌手 周深的唱功一直备受好评 然而 嘉年花季的声声不惜三却让观众们看到了不同寻常的一面 在四期节目中 周深的表现并未像以往一样出彩 合唱环节中 与搭档黄启山 宋亚轩 汪苏龙分别合作的几个曲目中 周深未能发挥出最强的自己 让观众们感到一些失望 特别是在与宋亚轩的合唱桃花诺中 周深显然迁就了搭档的音域 导致两人唱功的违和感明显 观众们对于周深的期望更高 因此她的低迷表现引发了一些疑虑 宋亚轩的争议之选 相较于其他歌手 宋亚轩是嘉年花季中唯一备受争议的一位 作为时代少年团的成员 宋亚轩在出道初期就备受关注 但她的音乐实力一直饱受质疑 在生生不惜三的四期节目中 宋亚轩与各位歌手的合作遭遇了不小的波折 在首期竞演中 宋亚轩的唱功就被质疑 而后续几期的表现也未能改变这一印象 尤其是在宇周深的合唱中 她的音域显然处于不利地位 观众们纷纷表示她或许不应该加入这个音宗节目 然而正是在第四期节目中 宋亚轩通过一曲最美成功挽回了一些声望 这首歌曲的曲风明显符合她的舒适区 唱功表现的较为出色 不过 这是否足以改变观众们对她的整体印象 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大赢家的三位歌手 在生生不惜三的四期节目中 虽然周深和宋亚轩的表现引起了关注 但最终脱颖而出的却是另外三位歌手 汪苏龙 陈楚生和王心灵 汪苏龙凭借自己的龙世情歌一直备受瞩目 多次担任制作人的角色 将她的音乐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尤其是一曲爱压爱压在音乐平台和短视频平台 都取得了巨大成功 成为嘉年滑稽的大赢家之一 2023发文冲刺赛 陈楚生则凭借出色的演唱实力和感人的音乐故事 在四期节目中脱颖而出 她的翻唱作品一封家书引发了观众们的共鸣 而与孙楠合唱的无名的人和谭维维合唱的胡广生 更是入选了金曲 成为嘉年滑稽的C位人物 最后 王心灵在四期节目中展现了不同寻常的音乐实力 作为一位以甜歌著称的歌手 他在本季节目中不仅唱出了慢歌的深情 而且成功地展示了自己的多样化音乐风格 成为另一位大赢家 总的来说 生生不息三四期过后 观众们对于周深和宋亚轩的表现存在着一些争议 而汪素龙 陈楚生和王心灵则凭借出色的实力成为大赢家 引领了这个音乐综艺节目的高潮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 这三位歌手的表现将备受期待 而观众们也将继续见证他们的音乐成就